第五章 材料2 相信 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最重要的材料就是相信 没有了相信或信心信任 这一切对你就不会有用了 之所以说对你 是因为吸引力法则一直都在运作 24小时全年无休 随时都在发挥作用 来看看这本书夸张的原文 书名我如何用吸引力法则 赚到超过100元美金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书名 心里会想根本是疯了吧 不过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这颗星球上有人在不到90天内 赚到超过100万美元吗 当然有 如果换算成年收入 不过就是每年400万美元 巴菲特老虎五资 欧普拉等等的名人的收入 有没有这么高呢 肯定有吧 所以如果世上最起码有一个人 可以赚到那么多钱 这就代表这是有可能的 假如一个人或五个人或一百人 一千人做得到 谁说你不可以呢 要相信 你可以选择相信有这个可能 也可以选择相信不可能 我刚刚举了几个 平常就赚这么多钱的人为例 便证明了这是有可能的 那么你相信它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吗 我想你的回答是不相信 如果你说相信 我会认为你还搞不懂该怎么做 所以跟回答不相信没什么两样 我可以想象一大群人对自己说 我要如何在三个月内赚到一百万美元 三年也没有办法了 不可能的 我也想象得到 他们的语气会很负面 然而假如你 问自己我要如何在三个月 或六个月十二个月之内赚到一百万美元 并真正享受那个过程呢 或者 我要如何在六个月内显化出十万美元 并真正享受那个过程 或者我要如何在三个月内多赚五千美元 并真正享受这个过程呢 你会如何答复自己 从你对自己说话与回答的方式 可以反映出你的内在 说话 可以测出你是保持正面或负面态度 以及你的信念 你要相信那是可能的 上述问题我之所以重复写三遍 理由是 我不知道你个人对你认为有可能的事 特别是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保持什么样的信念 但我敢打赌你没往下念一次问题 随着金额越来越小 其内容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可信了 我还敢再打赌一次 你对第三个问题的答案 至少会是也许吧 如果想创造自己真正想要 且值得拥有的人生 你至少要相信那是可能的 假如你不认为有其可能性 便完全不会发生 简单吧 没错 容易嘛 那就不见得了 这适用于人生各个层面 健康人际关系 事业发达成功等 但是你要相信 你想要更美好的人生 想要更有钱 更健康 想拥有圆满和谐的人际关系 否则你不会翻开这本书来读 该怎么做呢 我将告诉你 如何让自己进入相信的状态 是这样的 你的信念来自以前的设定 也就是你在童年青少年和青年时期 无意识学到的种种过去 发生在你生命中 而你选择 很可能是无意的 选择去相信或不相信的事 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有个六岁的小孩 在屋子里跑来跑去 不小心撞翻台灯 台灯摔破了 小孩的妈妈非常生气 一路之下就打着小孩的屁股 口中说着你这麻烦惊 真是个坏孩子 去房里待着 不许出来 这孩子可能比谁都尊敬 信任相信这个人 他却告诉这孩子他不乖 还让他挨打吃痛 另一个孩子 也是六岁 在屋子里跑来跑去 同样不小心撞翻了台灯 台灯摔破了 小孩的妈妈来到孩子身边 问他有没有怎么样 别难过大家偶尔都会犯错 犯错的时候 我们就从中学习 并因此成长 那不过是一盏台灯 要换新的并不难 没关系的 这孩子可能比谁都尊敬 信任相信这个人 而他告诉这个孩子 偶尔犯错没关系 那些错误能帮助他学习与成长 嗯 我们想想啊 这两个孩子 会从他们身处的相似情境中 获得什么样的无意识的信念呢 应该很简单吧 第一个小孩注定走向失败与不快乐 第二个孩子则会在人生中一世在世 然后有一天会成功又快乐 第二个小孩不怕失败 第一个孩子则是因为失败 而被训了一顿 虽然是简化来说 但当他们继续在人生道路上前进时 其信念将会吸引 并显化出更多类似的信念 因而加强心中那些信念 有点像骨牌效应或雪球效应 如果你在人生旅途中 一直无意识地相信自己是个麻烦精 或者相信自己很坏 你很可能会过得不顺遂 反之亦然 假如你觉得自己很好 就能成为你带来 很美好的人生 话说 信念最棒的优点是你可以改变它们 有没有听过过去不等于未来这句话呢 如果选择不要相信某件事 你就不必非相信不可 选择权在你 不是别人 不是过去发生的事 从小事开始 累积对万事皆有可能的信念 记得我前面提到 你也许跟我根数不清的其他人很像 一直在买很多自我成长 吸引力法则致富方法之类的书 我们都在寻找圣碑 那圣碑呀 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信念 你的相信 相信对你而言什么是有可能的 相信这套程序可以 也将在你身上发挥作用 相信吸引力与创造法则 相信你创造了自己的实相 相信宇宙爱你支持你 相信自己 相信的美妙之处在于什么都有可能 所以你要如何将自己的种种信念 转变成坚定不移的信任与信心呢 依次改变一些 如何先从很小的地方开始 然后看到事情真确发生 以此为平 持续累积信心 直到你彻底相信万事皆有可能 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你 你主要的念头会是相信这是正向动能 那么如果你准备好了 我就来讲一个 自己跟相信有关的小故事 并告诉你我如何运用发生之事为证据 累积巨大的动能 我会确切描述我做了什么 并说明你要怎么如法炮制 我的心想是成小实验蓝羽毛 第一次看到秘密影片时 我十分好奇 但又对这题材存疑 买了几本不同作者写的吸引力法则书 之后好奇心更强烈了 在那之前 我已经读过非常多自我成长类的书 自觉对书里讲的东西算是很有心得 然而吸引力法则这套理论 真是超出我原本相信的一切 我创造了我的整个实相 光用想呢 我就能在生命中显化出任何事物 我可以理解 但不是从宗教或灵性的角度 而是比较基于科学量子物理学 灵性则被边缘化了 我想 对于一些一直以来学到的那些东西 我很难接受它们更深层的意义 我猜 虽然我读过 那些叫人怎么借由保持正向与快乐 有意识地创造成功的书 多少都有触及吸引力法则 但其强大力量 还是让我十分怀疑和恐惧 光想到生病这件事 我就可能或者将会生病 这可把我吓坏了 也许我不愿相信 自己的心智有那么大的能量 但如果我的心真的是如此有力量 我也明白惊人的潜能就在那 我需要对自己证明 吸引力法则这样东西 我需要相信它确实有用 因为如果真的有效 我知道自己就能开始更深层的 掌握思想的方向 这里的基本道理是 假如负面思想 几乎一定会带来负面结果 反之亦然的话 那么好好引导自己的思想的方向 便能招来美好的事物 但是若一味地 被动的对负面事件或处境做出反应 可能导致负面思想与情绪 终止招来不幸 好棒也好惨 我既兴奋又害怕 但我了解到 如果这是无论怎样 无论何时都会发挥作用的宇宙法则 我选择接受并运用它来帮助自己 但我需要一些证据 所以我决 定 试着只用自己的心智显化某样东西 让那些令人愉快的巧合发生 我不花钱 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去达成我想要的显化 否则就违背这次实验的目的了 我想要显化 我相信可能或将会发生的事 但那样事物必须很不寻常 才能让我相信这并非巧合 信不信有你 为了找看看有什么好点子 我上网搜寻 心里想着吸引什么进入我的生命 可以让我相信吸引力法则呢 结果我看到某人的故事 他跟我一样 也在寻求某种结果 这是巧合吗 他试图在生活中显化一根蓝色的羽毛 结果还真的成功了 我决定也来试试 想不起来有多少年没见过蓝色羽毛了 我连一根任何颜色的鸟羽毛都没见过 是拉鸟类我是常常见到 但不会曾看到一根羽毛 更别说是蓝色的 此外我也知道 自己用不到蓝色羽毛这种东西 所以不会有兴趣去买 或真的做些什么来得到它 那么实验开始展开了 首先我写下自己的渴望 这是让潜意识准备就绪的好方法 我写的是我很高兴 也很感激拥有一根美丽的蓝色羽毛 正为了所有相关人士的最大利益 而以简单轻松的方式 显化于我的生命中 接下来几天早上 我会早一点起床 闭着眼睛观想一根蓝色羽毛 我看到它的形状颜色 感觉到它的触感 我想象自己拿着蓝色羽毛倾触脖子 然后因为觉得痒而笑出来 透过想象 在我心中 我已经拥有了那根蓝色羽毛 下午我会再次观想 睡前还会再做一次 而一天之中 我偶尔会想到它 很随意的想到 并总是让这个念头带有正面感觉 的能量 这样做了三天后 有些事情开始发生了 首先实验的第三天晚间 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广告 广告的最后 出现一根羽毛在空中飘啊飘 我心想黑 这倒是有意思 但觉得不过是个巧合 再来实验的第四天 我人一直在外面 然后天空开始下起倾盆大雨 我跑进屋里 看到儿子与女儿 正看电视播放的 阿甘正传 我进门时 电影正好播到最后那一幕 一根羽毛在微风中飘扬 这次我不再认为只是巧合了 我心想这真是有意思啊 几乎就像有人试着告诉我什么似的 第三 那天稍晚 我们邀请朋友来家里吃晚餐 雨下了一整天 地面都是湿的 朋友抵达后 其中一位男士走进屋内 在写着欢迎光临的擦鞋垫上 来回摩擦鞋底 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 是因为他那个样子有点像卡通人物 蛮好笑的 而他一离开擦鞋垫 我就看到了 那东西肯定一直粘在他的鞋底 摩擦时落到了垫子上 一大根羽毛啊 但不是蓝色 而是灰色的 我不知该做何想法 我想要显化的是蓝羽毛 想着自己读过的书里的 只是去观想 也想到了征兆或巧合 显示宇宙要把我所求的送来给我 然而这不是我所求的东西 是很接近了 恩我陷入沉思 接下来两天 我没怎么运用观赏技巧 就算油也只是机械式的做 缺乏热情 我的确有想到蓝色羽毛它 偶尔会要上心头 灰色羽毛出现后 我就没看到什么了 于是我暂时忘了这一切 专心忙自己每天的那些事 到了第六天早晨六点半 我起床并没有观上羽毛 工作了大约四小时 我决定去理发 于是走到屋外 打算开车去理发店 进了车子 发动引擎 就在要倒车离开车道时 突然间两只好大的灌篮鸭 落在车子挡风玻璃上 就像野猫缠斗牛打 互相啄机 哇把我吓坏了 我立刻想到按喇叭 把他们吓跑 而听到喇叭声 他们一惊就飞走了 然后挡风玻璃上 挺着一样东西 颜色鲜明美丽 有如万里无云的天空 那是一大根灌蓝鸭的羽毛 也许你听过呀 时刻顿悟或量子跳跃 也就是重大的突破之类的想法 这次轮到我了 之前 我对吸引力法则就算有过一丁点怀疑 此刻也通通消失不见 那根蓝色羽毛 至今仍放在我桌上一个小箱矿里 提醒我万事皆有可能 给我信心希望信任以及信念 蓝羽毛故事的重点是 他给了我足够有力的证据去相信 关键就在于相信 我又做了更多类似的实验 结果也相近 目的很简单 我想继续看到证据 证明这真的有用 重复去做 变熟能生巧 重复发声 我的潜意识就会被说服 每一次看到吸引力法则有用的证据 我心里就越来越相信 此外我决定开始写吸引力实验日记 记录意识显化出来的证据 无论多小 都写进去 我大力推荐你也这么做 看到越多 记下越多 你的信任就越深刻 最后 你会深深相信那真的有其可能性 不不不不只是有可能 而是非常可能 这份相信会在你的潜意识里生根 所以展开你的实验吧 先从小事开始 试着运用想象力 将某种事件观想进入你的生命里 把它写下来 然后闭上眼 开始想象 那必须是你能够相信的事物 所以还是那句话 从小事开始 容易达成的是 找一本笔记作为实验日记 把结果记录下来 后面会有一张 谈想象力与观想技巧的运用 虽然都很简单 但你必须熟练运用观想 运用你的想象力 以创造你渴望的一切 在此同时 不妨先想着某样你想要的简单事物 并相信它已经是你的了 结果会让你大吃一惊 材料二相信 下一张要来谈谈第三项材料 带着感恩允许与接收上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